一起来看一下咒术师精卦诅咒黑云的优化效果 天外山我是你的人 欢迎来到第五人格 这里是南海洋 这样点小伴哥刘思信说 想看一下咒术师的精卦诅咒黑云 优化后的特效效果 这样的话咱们先来看一下咒术师的 没有带精卦的一个猴头的效果 首先是咒术师被接规着单次公尼之后 猴头会变成一个紫色的小漩涡 有点类似于一个小黑洞 那咒术师在使用单个猴头爆炸的效果是这样子的 手上有一个匕首的形状 用匕首扎向手中的骷髅头 这个时候监管了的心脏会有个小特效 同时监管了头上的小黑洞解除 那在没有携带精卦的情况下 三个猴头的大爆炸的一个爆炸效果呢 和单个猴头上基本类似 只不过就是这个爆炸的眩晕时间更久一点 其他的没有什么变化 好的那看完了普通的特效 我们再来看一下优化过后的 咒术师的这个金卦诅咒黑云的特效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在监管者打到咒术师之后 他头上的那个黑洞呢 也是变成了一个小黑色的乌云 看到了吧 这也是一个金卦的特效 然后就是在咒术师使用大猴头爆炸的时候 他手上的那个匕首啊 我们自己看一下直接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好像一个大的闪电效果 同时手上的骷髅眼睛的灯光效果 还有监管者身上重击的效果呢 也是雷电闪绕的感觉 总的来说啊 就是这次优化呀 直接把这个闪电的咒击效果 它的强度给增强了 让我们更加明显的看到一个闪电的特效 那最后还有个消息就是 因为这个金卦的特效给优化了 所以说在这次的更新之后 咒术师的金卦目前有一个限时折扣的活动 大家如果喜欢而咒术师的话 然后对这个金卦也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考虑一下呀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你们觉得优化后的金卦诅咒黑云感觉怎么样 感谢关注点赞 评论转发加油藏 你是男孩 咱们下视频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